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1年9月1日星期三 來到黃昏的這一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香港各大最新情況 首先就是消費券 猜到有部份老人家今天拿不到錢 不知為何 於是傳媒報導有不少老友記 直接踩上消費券的秘書處問過究竟 究竟為何拿不到錢 這一節和大家一起說說 另外也跟進一下引入海外醫生方面 被問到質素問題局長有最新的回應 另外也要跟進一下有美容集團 核下的美容店全線突然暫停營業 發生甚麼事 買了套票的市民又怎算好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跟進一下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各大民生狀況我們盡力去緊貼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篇報導 根據東方日報最新的報導 消費券未見影 數十位長者湧到旺角的消費券秘書處求交代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香港政府在今天即9月1日 向在7月18日或之後完成電子登記 又或者在登記期內遞交書面表格的合資格市民 發放第一期二千元港元的消費券 但多名年長市民今早多番嘗試 仍未能以儲值的支付工具領取消費券 紛紛致電東方日報求助 與此同時也有數十位長者遇上相同的情況 一起湧到旺角始創中心的消費券秘書處了解 但職員疑似一度拒絕放行 引起現場人士鼓掃 事件甚至驚動警察到場了解 秘書處其後向在場人士派發醜號 輪候處理個別申請 但目前的醜號已經派完 市民如果想再行查詢 需要在今天2時後再到秘書處拿醜 據部分東方日報的讀者指 今早早發現未能領取消費券後 曾經致電熱線查詢 對方說他的抵交書面申請時 而未有填妥部分個人資料 但職員未有進一步交代相關申請的後續處理 有讀者怕自己的申請被取消5000元消費券隨時凍過水 批評政府派錢手續繁複地說 在消費券秘書處現場的吳女士指 自己在8月中已經透過郵局抵交書面申請 但今日未能以百達通領取第一期消費券 於是便到場了解 才發現大量的老人家和自己同病相連 直接政府做得很差 派錢如同刁難老人家 不明白為何不能夠參照之前的做法直接過戶 另外根據HK01最新報道 未能領取首期消費券2000元已經有多位長者求助 政府最新的回應竟然有9萬多人被拒絕申請 他們都是不合資格的 報導的流文是這樣的 政府5000元電子消費券計劃由接受登記起已經推行兩個月 以書面登記的市民在今日9月1日起可以領取第一期的2000元 不過有市民未能預期取得款項 民主黨表示至少5個地區辦事處在今早早開始陸續接獲書面申請人的投訴 大部分都是長者 有個案在同日登記的長者夫婦 誰知只有一個人在今日才能拿到2000元的消費券 相信不少情況都是在上載身份證的程序拖累 但電子消費券熱線線路一直繁忙無法接通 原來下午發生過這宗新聞有不少老人家未能領取消費券 書面登記的時間或是填漏了資料 於是大家直接踩上消費券的秘書處了解 究竟怎樣算好 而事實上根據暫時公佈 消費券的確在昨天已截止補交資料 但這樣不行 現在報紙說數十位長者說不定接下來越來越多 因為今天有多達81萬人領取消費券 當中絕大部分都可能是書面登記 於是當中有幾多老人家未能拿錢都是未知之數 若然補交資料的日期竟然是昨天已截止 那這班老人家怎麼辦 與此同時礦仔已經寫信直接給財政司 波哥麻煩你繼續回信給礦仔 以前有回信給我的 這次你真的要想想 原來有這麼多老人家都未搞定那個拿錢的問題 那你作為裁刑當然要派錢才是 若然有些資料上的錯誤 就沒有理由取消消費券 是應該從善如流想想怎樣補交資料才是 若然各位遇到這個情況也沒有辦法 可能真的要致電那個消費券的熱線 或者真的去到像其他老友記 去到消費券的秘書處了解 那麼這個做法當然是未是最完美 因為現在為止 才爲都未公佈 怎麼算好的 我們就密切跟進當中 希望稍後有這個情況 老友記最後都能夠成功拿到消費券 說完消費券的新聞後 亦要說說局長怎樣回應香港政府打算修例 放寬引入海外醫生 最新的回應就是認可把持質素 根據情報報道 政府修例放寬引入海外醫生的門檻 食衛局局長陳肇始表示 政府建議放寬海外醫生免使來港註冊途徑 至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只適用於持認可資格的專科醫生 認為認可把持質素 相信有關調整能擴大專科醫生的網絡 但目前難以估計 實際能吸引多少海外醫生來港工作 重申禁次修訂並非政治決定 唯一目的是解決醫護人手不足 局長說可以把持質素 亦是解決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 但其他聲音不是這樣看 根據東方日報有另一個看法 東方日報報道 放寬海外專科醫生被軍大開中門 陳肇始局長死撐質素有保證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香港公營醫療人手長期短缺 醫護移民潮又加劇人手方 政府昨天建議就早前提交的 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阻出三項修訂 包括容許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海外專科醫生 可以進行特別註冊 但就被批評向非港人醫生大開中門 食物及衛生局陳肇始局長在今早上電台節目表示 之前提出的條例草案太嚴謹 對海外醫生未必太有吸引力 因此在座調整 相信能擴大專科醫生網絡 但實際吸引多少海外醫生願意來港不易估計 這個修訂未落實 還要看看社會及民間的反應 還有業界的聲音 梁子超說得很簡單 說這是雷聲大雨點少 大家怎樣看 引入海外醫生的情況可以留言說說 另外亦和各位網友跟進一下美容店 月容莊突然暫停營業的新聞 根據頭條日報的報導 月容莊聲稱內部重整突然停業 袁海文幫忙跟進估計不知是否涉及公司股權鬥爭 報導的來文是這樣的 卓月美容有限公司旗下的美容院月容莊突然暫停營業 多名顧客紛紛在網上發言 指還有很多療程未完成 目前月容莊的熱線已無法接通 官方網頁也無法瀏覽 有月容莊的顧客今天在網上群組發文 並上傳一張短信截圖 該短信由月容莊向顧客發出 指本公司因為內部重整暫停營業 直至另行通知 期間已預約的療程將會自動取消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另有網民指在分店門內已貼出內容相近的告示 並指顧客可以向卓月美容有限公司等查詢 事件接下來的變化未知之數 但希望有影響的顧客也能把損失減到最輕 海民正在幫忙希望相關部門官員 也能夠了解一下幫助受到影響的顧客 另外有網友的家可能需要請外容 和各位討論有關外容來到香港的新聞 東方日報最新的報道 外容入住竹高灣檢疫省6000元 業界估計啟用後沒有僱主會預訂指定的酒店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香港政府要求印尼及菲律賓外容抵港後 要在指定的酒店強制檢疫21天 但那間酒店列明居住費每晚高達800多元 整合21天後要用16800元 不少僱主未肯硬食暫時對聘用外容保持觀望 而同樣作為外容監獄的竹高灣檢疫中心 將以成本價收費 房價指標為會入不多於500港幣 預料21天的洗費約10500元左右 交於指定酒店截省近6000元 若然家裏有需要請外容來照顧家人的網友就留意 原來在竹高灣的洗費應該省到6000元 因為那21天的強制檢測走不掉 因為這也可以說是確保希望病毒不要走入社區 怎樣說都可以繼續觀望一下 看看政府還有沒有辦法 因為據了解現在業界相當多的投訴 因為根本不夠房間 酒店只有400多間房 竹高灣也未啟用 這裡還要有待觀望 身在香港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和新聞 很多都跟我們有關 鄺仔會繼續拍片 和大家跟進各大民生狀況 福利政策 我是鄺俊宇 今節談到這裡